别用琴拿防身啊 不是说琴拿不好用 而是你接触到的琴拿呢 都是表演式的 我也分享过很多琴拿 什么金丝缠腕啊 大缠腕小缠腕啊 这个琴拿如果想在街头把它运用出来的话 其实是很难的 对吧 对方胳膊的位置角度 你的力量技巧 你的一个身体站位 如果它比你力量大怎么办 你会不会用身体的力量 去把它的手臂进行一个反关节的控制 很多因素在里边 而且呢 我们看到很多视频里边 它都是移动不动的 让你去施展这个技巧 现实生活中是什么呢 可能两个人抓住了疯狂的移动之中 推丧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想 迅速的把它琴拿到下面 难度增加了不止一倍两倍 所以我们日常训练的一些琴拿技巧呢 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用不到 我们要知道啊 军用的琴拿 军用的这些反关节技巧 是一下就要把你的骨头干舌的 那么这种技巧 你在日常防旋之中用 显然是不合适的 你直接就防卫过当了 所以你太想把对方反关节控制住 让他不能侵犯你 你把它扭送到公安机关 太想呢 我能够不把他这个矛盾升级 那么很难达到这种程度啊 所以呢 我们日常接触到的这种琴拿 基本上都是不实用的 而且很多人他在给你讲琴拿的时候 也不会给你讲一些先打再拿 对吧 身体范围的一些变化 他只是教你 哎 我先扣住 然后我再 这个很难实现出来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 不是琴拿不好用 而是我们接触到的琴拿呢 都是表演式的 真正的这种反关节的军用技巧 我们接触不到 你接触到了 你也施展不出来 你施展出来了 我们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 也太大了 远远不如我们 这个其他的一些技术 要更实用一些啊 所以呢 日常防身 你千万别想着琴拿